互动区市出现新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自治区新冠疫情医疗救治专家专份发挥中药独特的优势 中医中药治疗第一时间参与到此次救治区所中 一是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第一时间派出国内医疗的中医专家指导自治区的中医专家 使用国家医疗美发布的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 推荐的中医药治疗方式清沥排毒汤进行治疗 此方式前期在我国多地新冠肺炎救治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临床验证 二是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院抽调了36名 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中西结合医师 进驻医疗救治病院医院参与新冠肺炎的中医诊疗救治工作 提升中药干预的临床疗下 让患者得到充分高质量的中药治疗 三是将中药治疗深度介入新冠肺炎预防救治康复全过程 前期我去新冠肺炎治疗中 中医使用率在93%左右 本次疫情中药参与度已经达到了100% 在改善新冠肺炎轻型、普通型、重型临床症状方面 都取得了较少的疗效 同时关注了新冠肺炎相关病发症的预防 受到了患者的好评和很好的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